Ethos Lego World Ethos Lego World 歡迎回到Ethos Lego World 今天我們也要來看神方特攻隊系列 樂高化的場景組 那由於這兩組場景組的變形步驟都非常少 所以今天也是一次兩組同時介紹 其中一組呢 是這個看起來像是廣告看板的 另外一組呢 這個看起來像是一個臨時的加油站 好 那麼話不多說 我們就準備進入今天的變形操作吧 好的 現在我們來看這一組 Dillboro Bus的變形操作 它的外型看起來像是一個廣告 高價的廣告看板 那在原版裡面呢 它這個廣告看板兩面貼的是不同的貼紙 那我手邊當然沒辦法弄到兩個 就是只好用兩個都是一樣的貼紙 貼來負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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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責 好 另外呢 在這裡 這一套組是有發射部件 而且很特別 它發射的部件隱藏在這整個支架裡面 這個鞋子支架裡面 那不過呢 因為這個發射部件很容易就跑掉 所以等一下我就會用手做一個限制發射 好 好 OK 那麼這一組還有另外一個特色 原版的時候呢 這個打開來 左右是 確實是有裝它的那個 發射出去的那個飛彈的部位 設計一個可以裝飛彈的地方 那中間原本是只有一次只發射一顆飛彈 然後就把它一次改成兩顆 那另外呢 它這裡 左右兩邊各有看起來像是 風扇樓旋槍之類的物件 我是不清楚原作它的這個功用是做什麼 那它原作是 用固定的塑膠模式做出一個樣子 因為我這裡是用真實可以轉動的零件 這也是我的樂高板的特色 就是能夠使用一個真實功能的零件 就使用一個真實功能的零件 好的 那麼 這一組 變形操作 跟發射操作 就整個完成了 接下來我們就準備進入下一組的變形操作 好的 現在我們來看這一組 就是Pistone變形操作 這一組呢 它的外型看起來像是一個 臨時的一個小加油站 而不是一個大型的加油站 它的變形步驟也是蠻簡單的 三個步驟一下就變完了 那首先呢 上面這個好像是一個看板啊 整個這個架子啊 這樣子的 我們要把它往下面倒 那這前面這個部分呢 它其實是 類似 鋸齒狀 原版卡通裡面當然這個部分就可以動 當然在玩具和樂高板 這個部分就純粹是做一個樣子 就是 好 接下來 先把這個 幾顆 輪胎 拔下來 因為接下來變形呢 要把整個 平台翻起來 各位看到底部有四顆小輪胎 那我們就把這四顆小輪胎翻出來 在原版玩具裡面其實它是 底下是分別是兩片 塑膠片 然後翻開來以後呢 它底下是有模擬 履帶的外型 但是底下也只是用小輪胎 來實際做移動 那我這裡就 又找不到那麼薄那麼薄的履帶 可以裝來底下 就乾脆直接用兩個小輪胎來替代 那原則上變形的功能是不變的 整個平台是可以移動的 好 好 接下來 就是要把剛才這個 這是加油戰馬 其實當然有一組 它這個 加油機器 加油槍 加油管流槍這樣子 那這個主機部分呢 把它面板切開來 這個等一下就可以變成 發射部件使用的 發射器 那要發射的東西呢 我相信大家也都猜到的是 就是剛才我拿掉這幾個冷排 那現在把它裝回去 因為我們發射一次當然就是 一顆冷排 好 那這裡的發射其實有點搖春啦 簡單的用手動操作 而且還容易跑掉 像這個樣子 沒有順利發射出去 看第二顆能不能夠順利發射出去呢 OK順利 也被衛生紙擋住 好就這樣幾個步驟完成了 那麼 今天 我們的兩個場景組 都是 在很短很短的時間內 很少 dorminho 會不會 感谢观看